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的《时事疏疏地》 本来这一集疏疏地我没资格讲 因为是讲女人生仔的问题 不过由于这件事实在太搞笑了 所以我无办法不讲一讲 中共卫健委为了吹谷大陆女人生仔 10月30日出了一篇文章 专门介绍生仔四大好处 我看完那四大好处搞到我都想试下生仔 这四大好处头三样我只能读出来 完全不敢另作补充 因为我真的不懂 这三大好处是舒缓惊痛 减少子宫瘤发生 以及预防肿瘤 即防癌 第四大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生仔令女人更聪明 文章说坊间流传 一人傻三年 这个说法是错的 写文章的张欢欢医生说 生仔令女人更聪明 生仔可以改变激素 改变女性脑部结构 令大佬能量更充沛 坊间流传说生仔会无记性 会出现焦虑紧张 完全没有根据 老实说我真的没听过 一人傻三年 我只知道一尊傻三世 一尊傻三世 这件事我就很清楚了 不过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以前大陆人不得省的呢 就因为他们三十多年来 全部生一个 他们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呢 生仔这么多好处 三十五年来 大陆人都不去做 这些人呢 他们的爱国心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那些医生不早点提醒他们 生仔这么多好处呢 你帮小子 活得你有今天了 有大陆网民看到一篇文章 他们都可以说出 不生仔的四百个好处 有人亦说 那么多好处 叫男人去生 有人就扮李小龙精武门里面的经典对白 我读得输少 你不要骗我 这一集时事疏疏地 到此为止 拜拜